名字幕《九节佛风》 《九节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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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今天呢 在跟大家谈一谈 这个九节佛风跟宝平气法 这两个法 在这个密教里面 可以讲是轰瑜伽 就是在修轰的 那么这个气法 它的重要的地方 在于本身 你身体的这个气脉 都能够通畅 这一点很重要的 这个只要练气功的人都知道 你全身的这个气脉 多能够通畅的话 你的气就能够很充足 修这个法也要有恒心 像九节佛风 一共有二十七节 那你每一天都要练 像饱瓶气法 你每天都要练 这个非有恒心不可的 所以恒心呢 是可以讲是修行的第一个要素 像卢世尊本人来讲 我从二十五岁开始通灵 到今天呢 刚好颠倒 五十二岁 二十五跟五十二啊 其中间隔啊 有二十七年之久 我修行啊的功夫啊 没有一日间断 没有一天停止 这个你要能够成就啊 就一定要这样子 不是说 我今天练一练 高兴练一练 那么就停了 好 再隔一个夜以后啊 再练一练 看看能不能功夫好一点 我看是功夫弱一点 不是好一点 这个一定是要有很久的 所以有高深的功力产生在你的身上 一定是下了一番苦功夫的 你久洁佛风 饱平气法 能够练得好的话 你一定通气 通气很重要的 气是通的 在你的前身的气啊 气走到哪里你都要知道的 你吸一口气 然后让他气沉下下降 运转到脚 然后再回头 再走脚 再来 左手 再来右手 再来回转到顶 甚至气也可以冲顶啊 密教里面的气冲顶啊 就变成破瓦法 就是破瓦 开顶 那是用气来冲顶啊 所以你将来啊 你修气修成了 你开了顶啊 将来回去就从顶回去 不会堕落到三二道 不会堕落到三二道 像我们讲九节佛风啊 这个虽然你用意念啊 使你的气啊 下到丹田回转 然后 左鼻孔出去 回转 右鼻孔出去 两鼻孔进去 啊 冲顶 这个两鼻孔出去 这样子简单的意念啊 其实是在断你的念头 在意念运转中断你的念头 另外呢 就是在练你的气 要知道你的气走到哪里 这个是很重要的 像一个气啊 你要运到手上 马上气就在手上 往下压 沉到底下 往上升 提到顶 它都是运转的 左右手啊 前后脚 前身的气 通通都充足了 身体就很强壮 不管如何来讲起来 你修九节佛风修保平气法 你就有这个气啊 非常充满的这感觉 可以硬气出来的 所以气功里面讲啊 这隔山打牛啊 隔周一周山把牛都打死 当然这个是比较夸口一点 但是呢 也有可能 屁空长 不是没有可能的 你硬气 硬得好的话 你气跟神啊 集合在一起 就可以飞腾的 神跟气啊 集合在一起 这个神啊 你自己本身的生命元素 就能够架这一股气啊 到哪里 就变成神足通 就是神足通 就能够飞腾 所以这个气法 非常在我们密教里面啊 非常的重要 所以不要看我讲这个 九节佛风啊 这几个关节 大家想 走 这个 左鼻孔入 右鼻孔出 这个 右鼻孔入 左鼻孔出 两鼻孔入 两鼻孔出 两鼻孔出 就在那边 颠颠倒倒 这样应用 二十七节 三三九 三九二十七 那么观想这个 白光入啊 黑光出去啊 在里面 应转是 红色的光 认为 太简单了 事实上 你修到最后啊 你这个 里面 左右脉啊 中脉啊 都会变成透明 你眼睛一看 嗯 可以看到自己的气在走 这个都是功夫啊 这个气啊 在顶 啊 在这个 上丹田 然后把它用意念 把它压下来 经过喉轮 经过心轮 到忌轮 啊 经过中丹田到夏丹田 你通通都能够运转的 非常的 啊 顺畅的 而且 这个气到哪里啊 你那边就充满 你自己都觉得 都有接受 都有感觉的 啊 这个不是 不是很简单啊 不是让你说 哎 什么感觉都没有 这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必须要有恒心 有恒心的修炼的话啊 这个本身你气充足了 你修这一股气 将来是来做提名点用的 降名点啊 提名点啊 慈名点啊 善名点啊 通通都在这 降提慈善 这种功夫啊 气是第一个功夫 生起着佛 也要轰瑜伽 没有轰瑜伽 就没有那一股气 能够吹动着佛 那没有这个着佛的话 你也不能把这个明点啊 能够给它溶解掉 啊 不能把这个天庭的这个明点啊 给它溶解掉 这三折啊 分起来是三啊 合起来也是一啊 气啊 脉啊 明点啊 合起来 才能够运转的 你全身的经脉要通 你一定要修 轰瑜伽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欧玛林伯明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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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